好 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红侠台风来势汹汹 昨天登陆菲律宾带来强风好雨 非国当局撤离了三千多人发布土石流警报 那么有两个人不幸在大雨当中触电身亡 CNN的主播也表示台风可能对台湾的汉象没有太大帮助 不过将在日本降下暴雨 强风伴随勤迫大雨威力惊人 红侠台风星期日下午登陆菲律宾旅送到东北部 近中心风速每小时185公里 瞬间最大阵风更高达了220公里 当地百遭渡轮停驶国内线航班停开 上万名旅客滞留港口和机场失去大面积停验 当局更发布了土石流警告 迫使首当其冲的两个省份 近三千多人撤离家园躲进避难所 有两名民众在风雨中 忙着固定屋顶结果不幸触电身亡 菲律宾前年历经超强台风海燕吹袭 造成六千多人死亡 这次不敢轻呼严正以待 之后红侠将朝着日本方向前进 CNN主播警告包括台湾在内都需要高度警戒 预估红侠11号深夜直铺冲神纳坝路尔岛 13号吹响日本恐怕将带来暴雨 记者鱼翼报道